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5号下午来到他所在的贵州代表团 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王沪宁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表示 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完全赞成这个报告 王沪宁表示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 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更好用于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览全局 奋力谱写多彩贵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制党 没有用 専路德顾 専路德顾 稻利不外组 还能流行 连大纆 向、自一いつ林